跟臺灣有關的這個婉安小姬 上禮拜說他慘了 現在我真的覺得他慘了 為什麼 連洪森都出來講話了 對 婉安小姬他的網紅跟阿鬧 跑去柬埔寨要去拍一些影片 然後呢作假說是有詐騙集團 然後呢有軍警要抓他 結果現在呢一天就被抓 一天就被判刑了 現在洪森出來了 洪森是什麼人物 洪森是前總理 他出來講話的分量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阿鬧跟婉安小姬你們Game Over了 你不要再去找人出來講了 不要再找人說 我媽媽喔 在台灣需要人家照顧 洪森的小孩 洪馬內就直接講了 如果這樣的話 你們的個人是最大二級 不是 我覺得這誇張是 你可以看出來 其中一個媽媽 她曾經參加過民意代表 表示她有一些政傷實力 她們有沒有去關說 有 有沒有去疏通 有 結果洪馬內就講 知道她的媽媽生病喔 生病需要照顧喔 但是我們不會放過她 繼續刑滿才可以出來 而且更可惡 如果你媽媽身體不好 你還做壞事 對 所以呢 現在來講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洪馬內已經把門給關起來了 這個門關起來 是代表你們台灣這邊的人 不要再來跟我溝通 不要再來跟我協調了 如果你媽媽生病 你還跑來我們這邊鬧事 那你更是最大二級 不是 她還罵這個小孩 你媽媽生病還跑來這個地方 你是忘恩負義 對 忘恩負義其實是雙關語 你還故意來弄我們的柬埔寨 那洪馬內講的這個話 重不重 很重嘛 從一路以來你看到記者會上面 是省長郭中朗出來 大家就覺得哇 一排軍裝站出來 你們兩個完蛋了 然後呢 洪馬內出來講的 這個忘恩負義 你更是完蛋 對 洪森耶 前總理洪森耶 這個份量 這個才下去會地震的人物 不是 洪森我覺得 孔波士他是殺人不眨眼的呀 對 要不是他現在是前總理的話 我覺得他們也不用去想 你還有兩年的有機突行要執行 如果你現在的總理是洪森 大概槍斃了 就打掉了 你就沒有這個 就不用再講任何的事情了 但是這兩年 過得去嗎 我們來看一下 你說現在沒得談了 對 現在沒得談了 而且在柬埔寨那個地方 是非常可怕 非常難關的 上白白講說你熬過第一個禮拜 熬過第二個禮拜 你搞不好才風頭過了 你還可以過得舒舒服服服 對 現在這個機率都變低了 因為洪森出來講了 洪森出來講的意思就是 點名做記號 跟大家講 各個機構講說 你不要仲放他們 你不要讓他們過好日子 這個就是給他尬到最底 這個是過去來講的話 很多國際機構去拍的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監索 在監索裡面 你看起來好像排排座對不對 可是呢 當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只是層層疊疊的 我去問了一個好朋友 在柬埔寨關過 我就問他說 你們那邊怎麼關 到底有多不好關 他說第一天晚上去 然後呢 想說排隊要去洗澡 台灣也關過嘛 結果呢 怎麼都沒有人在排隊 然後呢 突然間就結束了 然後 他就 那我們要去來洗澡 結果有人跟他講說 你前面有一桶水 哇去 然後洗把臉 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到第二天 早上的時候呢 他就想說 那不是應該吃早餐嗎 台灣的看守所 早餐是非常的豐盛 對啊 就是有中式 有西式 然後還有水果 他就看到前面有一桶水 他想說 趕快 去洗澡 不然呢 晚上就沒有水了 他一去 怎麼綠色的 髒髒的 昨天還白白的 他把那水拿起來 要洗的時候 就被揍了 那是他們的早餐 那一桶水 第二天的水 綠色的水 是他們的早餐 然後呢 被打得蜜蜜蜜蜜 他就想說 算了算了算了 那都被打了 不要去跟人家搶好了 他說中午就會有來了嘛 沒有 沒有中午 中午還是那一桶 他就想說 已經很餓了你知道嗎 但是被打完又不敢去 他說等到晚上 晚餐總會瘦進來吧 還是那一桶 真的假的 就是那一桶 就是那一桶你要吃三餐 然後呢 台灣人不能在那種地方關的 很快 就開始皮膚病 皮膚病 對就開始皮膚病 因為那邊的衛生環境 是非常糟糕的 然後呢 你又沒有這個良好的一個營養 所以你皮膚病之後呢 你就想說 不行不行 這個身體都 皮膚都長東西了 就去跟監索呢 要東西看能不能處理一下 一處理更慘 交付感染 最後呢 他是找誰去處理呢 後來那是家屬找到當地 也是一些做偏門的 才去把他給想辦法處理 那你說晚安小金阿鬧 你去那邊說人家 不管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詐騙的一個園區 你去那邊講到這個 你還有瞎 人家會幫你嗎 不會 所以他現在來講的話 再這樣洪森講話 他就要鐵打石的 做完這兩年 這兩年給他看一下 就是這種環境 這種環境你做得下去嗎 他們說有一個監獄 一般來講他只能容納八千人 對 結果他容納將近四萬人 對 他就等於是 將近等於說 四八三十四倍以上 對 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空間 所以只要有新收的犯人 就是往特定的監獄丟 那丟進去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是進去 你要做成3D立體圖 你不是那種像在台灣 有一些監鎖 或是看守所 人多的話 你要趕快潰一下擠一下 甚至你睡覺的時候 稍微撤一下 你是層層跌跌上去 然後加上你語言不通 你在那種環境之下 阿鬧跟晚安小雞 兩位保重 你們真的有辦法 撐過這兩年嗎 如果沒有辦法撐過這兩年的話 我覺得下場會非常寂寥 難怪有些澳洲 他到那邊去拍攝影片 拍攝影片被認為 他是要當間諜 當間諜 他就跟你講的一樣 對 沒得吃 沒得吃到什麼程度 吃自己的排泄物 對 這個人其實是 國際上非常有名的 一個攝影師叫 Jesse Rickson 他那個時候呢 他長期在柬埔寨 他一開始是拍什麼 拍那邊的 兒童的一個人權 所以拍很多 艱苦的一個小朋友的照片 然後呢 有一次有一個 反政府 反軍人的一個集會 他的無人機飛過去 就被抓了 就被抓了 你上學有講不能碰軍人 對 就是不能碰 然後呢關六年 六年說他看到非常多的一個情況 後來呢是有十萬個人連數 他才把他特色出來 可是他說在那個地方 根本不是人呆的 那就像是人間煉獄 有些監索 有些犯人直接被扣在很遠的地方 然後根本沒有人餵死他怎麼辦 他就只好刺激的那些不好的東西 這一次也鬧太大了 我本來覺得就兩個小屁孩 重點是只有一個網紅拍照 拍照了以後覺得好 這邊作假 作假在台灣去幫你訓斥一頓吧 你說沒有 他們講不打情 不打爛 轉黨不長眼 他們今天跑到西哈努克港 做了這件事情 要做兩年牢 而且你想說 他能不能出來都是個問題 對好 玩完小雞呢 他到那個地方去之後呢 其實呢 當地人已經在注意他了 因為在園區裡面 大家眼睛都是盯著你看 所以他一去就被抓到了 對 我告訴你 在園區裡面寶傑哥 誰負責哪一區 誰負責哪一區 你隨便一個人 就像以前我們鄉下 你有一台外車一台賓士進來 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他在裡面幹嘛 其實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你以為自己在那邊神不知鬼不覺 然後呢 把這影片拍好之後 假裝成直播 大家都知道你在幹嘛 但是呢 園區的人不會理你 反正我做我的生意 對 結果呢他影片發出去之後呢 完蛋了 第一個他弄到了柬埔寨 第二個他弄到了軍人 第三個他還說去詐騙的時候 直播被抓了 你連黑幫 然後呢柬埔寨 軍人 你全部一次中 你全部一次中 你真的是打出一支全雷打 所以呢他弄完之後呢 他好像有準備喔 他還準備說他逃出來了 他逃出來了之後 頭髮被剃光了 然後又再一次直播 我被剃了頭 我被撕了衣服 對然後呢很多台灣的網友 不明就裡頭說 太可惡了柬埔寨 把他還給我們 真正知道的人都知道 這兩個人完蛋了 所以呢 當人家這邊 西港的省長 決定要抓人的時候 多久抓到他 一天 你跑不都跑不掉 而且我覺得最其他人 這不過就是一個 芝麻綠豆的小事 需要動用到 嘻哈努克港的省長 跑出來嗎 對然後呢最厲害的是 省長說要抓人 馬上就可以抓到人 一天就在飯店就抓到他了 就落到人家手上了 對就落到他手上了 然後呢打開 然後馬上召開 國際記者會 你看喔這些 軍裝站出來 等一下 就為了兩個小屁孩 對 跑那邊拍了一個錄影帶 也沒有殺人放火 欸居然 省長出來 一字排開 欸這都是軍人 軍人以後底下 還有國際記者會 國際記者會 還把他們所有的行李都摔 還直接講 欸你要把你關兩年 要行慢才能夠回去 對其實這有非常多的美感 一天之內 晚安小雞跟他的朋友就被抓了 然後呢你看那個畫面 國際記者會 人家才是真的直播 你是假直播 嚇到發抖 你知道嗎 道歉都還沒講完之後呢 急著要下跪 均勻的把他拉起來說 你不要在這邊跪 你要轉個角度再來跪 擠到這個東西 不是不能跪 你要跪對方向 對 你要認真的跪 他們就是一直搞不清楚狀況 好重點來了 人家也是法治的國家 人家也是三級三審 不過有個律師告訴我 他們的三級三審 後面有跨胡 一天治 他們三級三審 是一天內走完 你不像在台灣 沒打到十年二十年 他的兩年 是已經三審定業了 三審定業 所以人家是三級三審 但是是一天治 好 流程走完了 兩年 保潔哥你知道這兩年 對他來講是什麼概念嗎 他們用的是 去煽動人家犯罪 那個罪 最多就是兩年 最多就是兩年 你在台灣的話 你說個對不起 你道歉一下 你七零八個 打個折嘛 打個折 沒有他就是兩年 而且兩年就是一個美感 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 通常都是一年左右 開始從最低刑期 他沒有 他一開始就最高刑期 直接油門踩到底 就直接蹦到兩年 好兩年還有一個重點 你為什麼要用這個 煽動人家犯罪 用兩年 因為如果到三年 你可以用其他的罪名 你用到三年的時候 外交部要頭痛了 因為三年的話 就有機會回到台灣來 所以人家 人家這個柬埔寨 也是非常的幫大家來著想 就兩年了 跟你們台灣沒有關係了 三年以下 我們就要兩年來辦他 然後兩年 在一天之內 就定業了 對 因為之前柬埔寨 已經發生過很多類似的事情了 所以呢 他們也想要洗清他們自己的形象 一直叫台灣的黑幫交人 你們不能在這邊做詐騙了 好我們要做一個清洗 所以要清洗必須要立威 立威你就得交人 他們要去抓詐騙 對 結果這個時候很多台灣的黑幫 所以以前剛剛講的西哈努克港 之前那邊就有KK園區 這個地方形象非常遭去 這就是一個詐騙的天堂 可是西哈努克港 他們也想洗刷 他們的這些所謂的污名 對 他們正在洗刷污名的時候 這個時候黑幫想說 我們要不要不要交人 交人進去不好關 大家怎麼辦 其實很多人在春節 都回到台灣來過年 因為他們知道柬埔寨要出手了 這個時候 有個兩個自己衝去柬埔寨 撞到了槍口上面 剛好送給你 然後解除大家所有的一個壓力了 等一下喔 柬埔寨已經說 他們現在要殺豬清倉 他們現在怎麼講 他們現在 叫台灣的黑幫 你把人給我交出來 他們要洗刷這個污名 他們本來就要找人開刀 剛好就有兩個人衝進去了 這個時候台灣的黑幫都開心了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 用他們兩個人來洗門封 沒錯 本來就是一個需要一個記者會 記者會就需要一個業績 就需要來抓人 剛好你就撞上來了 然後呢 你還來不及浪槓 來不及討 就直接被兜起來了 好你看柬埔寨的監獄 等一下 我們看 這個是柬埔寨 柬埔寨的這個所謂的監獄 有的地方跟狗樓一樣 柬埔寨那邊來講的話 他們對衛生條件上來講 最近幾年有在改善 可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人太多 人太多怎麼辦呢 你知道嗎 寶貞他們進去的時候 90個囚犯 關在50平方公尺 50平方公尺 什麼概念 50平方公尺不到15坪 不到15坪 你知道嗎 關90個人 這個為什麼拍得出來 這給大家看的 就是說 這就是一個狗樓 它在裡面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 它沒辦法來幫你做隔間 所以它把狗籠 像是狗籠 鐵籠子 鐵籠子把它弄出來 有一些比較重的放在裡面 然後男生女生 其實它都是關押在一起 這個是可以拍的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也還好 另外來講的話 這就是可怕的地方了 這種地方你想想看 你要進去 你要怎麼睡 你不可能睡覺的 90個人關在50平方公尺的地方 你是用立體堆疊的方式 你不是說像在台灣有一些 開流所比較小 大家擠一下就過去了 真的花片 晚上這樣睡 這樣怎麼睡得著 不可能睡著 所以他們的一個睡覺方式 是用3D立體的 你不是你左右被夾住 你上面還有一個人 你一個台灣人 然後兩個網紅 你覺得你關的進去嗎 那我就嚇死了 對 然後你進去 你想想看你要關兩年 你這兩年 你不會有假釋的一個空間 好 那你進去之後 你一直去 我們剛才講的 你又弄到黑道 又弄到柬埔寨 又弄到軍人 你進去不會好關嗎 不會 你進去不會好關的話 其實第一天 趕快洗下去 Slow下去之後呢 我真的很難想像 他第一個禮拜怎麼撐得過去 而且現在還抓到說 他們還有腳本 對 剛剛講的我今天去偷拍 我被抓到 我逃出來這只是第一個腳本 第二個腳本幹嘛 他還有強姦 第三個腳本 還要販賣器官 對 他把這些東西 把他全部給弄出來了 好還有一些鬼娃 還有一些槍線 他們其實最令人討厭的一件事情 在柬埔寨 他們就是不想你提到 第一個詐騙 第二個凌虐 第三個販賣器官 你在裡面 你都全部中了 你全部中的話 其實省長郭忠祥 有機會讓他過嗎 借過不了的 過不了他的 那如果說真的 柬埔寨想放過他的話 其實用槍來扮他 是比較嚴重的 好 我們或許有機會 把他們兩個撈回來 但是柬埔寨這次的意思就是說 跟你們台灣沒有關係 對 你說為什麼這樣 超過三年台灣可以引渡嗎 對你超過三年的話 我們是有空間來談這個司法的 或許你在台灣官也可以 但是他用本型最高兩年 他不管你這些其他東西 他非要你在柬埔寨觀 對 所以你也沒有皮條 你也不能去跟他討論 這些司法互助 或是引渡的問題 反正就是兩年了 兩年官官就出來了 但是晚安小基 進去執行之後 重點不是一年官兩年 你進去之後 要想想你要怎麼出來 你很有可能你出來的時候 跟你進去的時候 已經完全不一樣